人虽然离开了 不过话题刚刚开始 他是我们的非洲友邦 甘比亚的总统贾梅 前一阵子到台湾访问 结果离开之前 他亲手拿了三万美金给外交部 他说要发给司机警察 以及所有这些在访台期间 协助过他的人当小费 这样一分下来 哇非常的juicy 每位司机分到了八百块的美金 而根据中情新闻的调查 就是因为知道有这样的好事 所以只要有这些友邦 元首访问台湾 外交部的司机 各个抢着要帮他们开车 号称台湾是第二个家乡的 甘比亚总统贾梅 短短几年之内 久度访问台湾 每回现身排场阵仗 都像是拍电影一样 贴身随护 扮长着车门 很是帅气 重点是超级大友邦 外交部当然不能吃礼 外交部派出大型豪华里车 衬托出甲梅总统的豪卖气势 传出要帮甲梅总统开车 司机们可得打破头才能够争取到 因为出手大方的甲梅总统 来台访问 从饭店人员管家门童 到交通大队的前导车人员 全部都发放小费 更别说是每天帮忙开车的里车司机 每个人至少能够拿到八百元美金 折合台币两万四千元 访问台湾五天 但甲梅总统光是小费的费用 就发了台币九十万 包括机场甚至高铁的副人员 也有包括在内 司机甲梅总统他自己个人 为了对我们国内的基层的 接待人员表达了感谢 友邦元首出手大方 外交部的驾驶圈里面早就传开 甚至还列出前几名 包括布吉纳巴索 港比亚 沙奥地阿拉伯 以及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访问台湾的小费费用 都在五百美金起跳 那么外交部也会注意到 说不会每次好的菜式 就可以专门给一个人做 所以语录均沾 所以真的原因是小费比较多吗 对 我想是的 爱与国际礼仪又是友邦元首新意 外交部没有硬性规定 驾驶们小费不能收 只是个把万的小费 还真是让其他公部门的驾驶们 看了眼红啊 之前李世健 出外人台北综合报道